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 左边我拿着这个手机 然后右边这是一台电脑 那手机跟电脑呢 他们目前的画面是一样的 因为今天LINE公告了一个新的功能 就是LINE他们彼此通话的时候 可以使用这个画面共享的功能 就是把电脑萤幕共享 让对方看到电脑萤幕 那这样的话呢 可以解决对方电脑的问题 比如说对方跟你之间 都是用电脑的LINE的电脑板 然后两个人用视讯通话的时候 可以彼此分享自己的电脑萤幕给对方看 那就可以针对对方的电脑问题去做解决 这个功能还不错 大家可以试用看看 然后这个前面的影片 就是看他们delay的程度 看两台电脑互相视讯通话的时候 delay的状况 看起来不是很严重 所以还不错